比较久了,我是小的,原一新手想要恒栽水果的话,那可以从这个无花果开始,那系组无花果的优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,病虫害少,也不招痛,能吃花瘦粉,耐寒耐热性强,江南地区一年四季都能室外养护,果实非常风产,结好的果实又大又甜,而且恒栽的无花果啊,长得呢是比较矮小的,并不会特别高大,不需要用特别, 大的空间就能栽种,但是很多朋友栽种的无花果本栽却不结果,植株长的枝繁叶帽的叶片也是绿油油的,但是枝头上呢就是见不到这些果实啊,那现在是已经到了无花果的结果去,正常养护的无花果呢,枝头上都已经长出很多果实了,如果你还没有开始挂果的,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出改变,无花果的养护环境很重要,它对光照要求呢, 是很高大,就算是常见的这种波基红啊,也不例外,需要放在全日照的环境养护,每天呢最好有八小时以上的植色光,如果光照不足,果素是很难结果的,枝条容易涂涨,就算结果了也是个头小,品质不好的果实, 除了光照充足呢,还要求通风药好,无花果病虫害少不代表没有病虫害,如果你养护环境通风好,能最大程度的避免病虫害的发生,除了光照就是肥水了,肥水对于任何植物都很重要,想要果实甜可以给点有机肥,一个月左右在普通表面浅埋一次,浇水的时候,养分就能均衡的渗透下去, 现在属于结果期还可以给点磷甲肥,磷酸二斤甲或者是花多多二号,一比一千的比例能贯根使用,千万不要偏湿淡肥,陆村招很多朋友为了让无花果多长汁液,会给氮含量偏高的肥料,这种肥料虽然能快速生长汁液,但是很容易导致植长叶子不结果,所以陆村你给两到三次淡肥之后,就要及时改成淡磷甲均衡的复合肥,这样有利于, 植株结果,盆栽无花果浇水能和地栽不一样,地栽根系长得深,浇水可以肥一些,盆栽的浇水一定要及时,盆土表面干了就可以浇水了,浇折浇透,充足的水分能让植株更好的生长,今天关于无花果的养护方法介绍就结束了,大家请按点个关注再走吧